而口罩实名制在2月上路之后 随着3月9号口罩产量 单日突破1000万片 政府实施2.0的网购政策 但是秀林乡亲到现在 总是抱怨口罩领取不易 14号特别向中央陈勤 希望给秀林乡更多的关注 让秀林乡亲可以顺利齐心协助 政府配合各项的防疫作为 即4月9号口罩配合增量 为了领取14天9片口罩 发现不少各地药局再次涌现排队的人潮 就连秀林乡卫生所状况也相同 一早7点 大批乡亲聚集在秀林乡卫生所排队 顶号码牌 晚一点到没有口罩可以领排队 民众是抱怨年年 多早上差不多7天 昨天就来本 昨天就来本就来本就没有了 这时候叫秀林乡卫生所看看 看看我们 在排队 对 你不能说分布在农会 是客商店 都分布一下 分布在一个地方 要集中在一个地方 不要集中 对 不要集中一个地方 当然排队不少 对这个口罩我们就很累了又带孩子 昨天也没有拿到牌 就是到了时候我们又回去 然后一带孩子 我从6点半到这里 都没有啊 就还好现在又被孩子 怎么办我也是不舒服 也是被咬老子 还带孩子 要安用排队 我们又这样子 我们很累 生子也是累了 又不太哭啊 那又叫北部 清晨 重点 要来这里 那我们怎么办 救援下面代表玲瓏表示 建议县府 希望中央单位 能够放宽口罩领取的措施 是否能够在各村设置据点 让乡亲不要跑太远去购买口罩 问题啊 我们这样看来 应该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乡镇 如果做好区分的话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设限 我们购买的祭典 变成只有单一窗口 有造成主人大牌长龙 造成主人牌的时间拉长 有的要上班 有的要顾小孩子 包含隔代教养 问题都有 那现在问题是 因为不平均的一个分配的比例 所以是否要做检讨 通盘检讨 我希望我们花园县政府卫生局 好好的通盘检讨 那个据点的购买 只有一个单一窗口 是不够的 是否在每一个窗口 新城乡有窗口 休林乡有窗口 包含一样 我们的乡镇窗口多设一点 购买到把人力分散 人力分散之后 购买的香名 他会到他自己的区域 包含做做一个所谓的 每个据点 你分散据点的话 大家都买得到 就像花莲市 有一些据点 他们都可以买得到 才不会有所谓的人潮 具体在那边 也造成我们生活上的问题 休林乡亲表示 民众插入健保卡 进行身份证验证之后 直接领取最方便 因为很多乡亲 不会使用电脑或手机 APP预购 国内的应用口罩 征用产能已经提升了 又送到国外 但是休林乡 没有因此购买口罩 更加便利性 希望中外能够放开到条件 一例休林乡亲 不要跑太远 再去买口罩了 记得就欢迎休林乡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